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塔林 是一个风景儒化的海滨城市 塔林市位于爱沙尼亚西北部 面临美丽的波罗的海 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 是波罗的海沿岸重要的商业港口 工业中心和旅游圣地 塔林市区面积大约是158平方公里 由沿海的新城和依山而建的老城组成 老城里街道纵横交错 教堂林立 尖塔高耸入云 民居古寺古乡 古塔古堡 比比爵士 是北欧唯一一座保持了中世纪风貌的城市 1997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目之后 世界各地到塔林来观光旅游的人们络绎不绝 今年我们设置组有幸被邀请前往塔林 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节日 庆祝老城建立七百六十周年 好 我现在来到的是塔林的老城区市中广场上 这里有很多凹凸不平的石板路 接着这个城市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周围还有一些很古老的建筑物 那今天这个广场上聚集了一些朋友 大家都在等什么呢 都在庆祝些什么呢 因为今天其实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5月15号 5月15号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很特别 因为这是它的生日 在一二四八年 就是七百六十年前的5月15号 这座城市正式诞生了 当时这座城市还是丹麦王国统治的时候呢 那么今天你看有一些首位 聚集了一些媒体界的朋友 都在等待什么 因为今天荷兰女王也要光临这座城市 来庆祝她这座城市七百六十岁的生日 让我们一起祝她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塔林市政厅广场中心的市政大楼 是老城最著名的建筑了 建于1402至1404年 是北欧国家仅存的一座 哥特市市政大楼 寿长的肩顶插入云间 肩顶上的风向标 是一名持剑的武士 传说是中世纪为了纪念 战斗勇士汤姆斯塑造的 它是塔林城的首位 是塔林的象征 现在市政厅已经成为市政府外事 等重要活动的场所了 市政厅广场过去曾经是集贸市场 同时也是庆祝节日和执行死刑的地方 现在广场成为塔林市社交中心 经常举行露天音乐会和手工艺品集市 当塔林老城迎来老城日狂欢节的时候 这里的居民会穿上中世纪的服装 再现中世纪的场景 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仿佛中古世纪的一切又重新复活了一样 现在我们将进入街道小巷 探访这座中世纪老城的模样了 我总是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 总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我的直接真的没有错 你看就有一个人盯着我呢 在楼上有一位老先生戴着一副眼镜 其实这位老先生呢 是这栋房子原来的主人 在他去世之后 他的后人就把他的像立在房顶上 让他永远可以看着 在他面前过往的这些 来来往往的俊男靓女们 看来艾莎尼亚人挺幽默的啊 老先生们再见 在塔林的老城里 时间仿佛一直停留在中世纪而没有前进 尽管这些中世纪的古建筑 一再遭受战争的细节 但一直拥有着卓越的风采 房屋的木门上窗户上 刻满了精巧绚丽的装饰图案 古色古香的街道上 身着中世纪服装的售货员 正在出售本地民族风味的食品 整座城市弥漫着中世纪的人文气息 好高啊 被它的壮美所动容 不是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游客 而是从那边上下船 那么波罗的海沿安的游客怎么办呢 大家看到这个蓝色和绿色的巨轮 它们从那边上下这个港口 在我们迎面的那就是塔林的老城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物 就是塔林的高塔 这个是他们的教堂 在当年啊 所有的建筑物都不能超过这个教堂的绿色屋顶的高度 这是一个规则 那么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新城区建立起来之后 有很多高的建筑物建起来 就已经打破了这样的规则 大家请看 周围 在这个教堂的周围 有很多这个红色屋顶的这个建筑物 我们看一根炮楼似的 一个一个一个一直连过去 其实以它为一道城墙 里面就是老城区 那现在在城外 大家看 是非常繁华的一片新城区 真的不愧是欧洲的狮子路口 塔林是波罗的海沿岸重要的天然两岗 在历史上曾经是连接 中欧 东欧和南北欧的交通要塞 又被誉为欧洲的十字路口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十三世纪初 丹麦人占领了爱沙尼亚 建立了坚固的石造城堡 并给这里起了个名字叫塔林 塔林既是丹麦城堡的意思 一直沿用至今 每逢有战争需要的时候 统治者就兴建城堡 城镇则随之出现 此后的几百年中 普鲁士 瑞典 波兰 德国 俄罗斯 都先后统治过这里 虽然统治集团更换频繁 但扩建和巩固城堡的这套制度 却始终没有改变 如今老城被石头堡垒环绕着 虽有近八百年的历史了 依然保存得十分完好 十三世纪时 塔林老城内又分为上城和下城 上城居住着贵族和神父 下城居住着商人和手工业者 上城和下城的路线 都有长腿和短腿两条道路连接起来 进入上城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宏伟的教堂 东正教教堂 教堂上方五个洋葱头屋顶耀眼夺木 教堂的木门窗户上 雕刻了精美绚丽的装饰图案 这是1894年 沙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 被纪念十三世纪 进攻爱沙尼亚东南部的俄罗斯公爵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而修建的 它是塔林东北亚山标志性的建筑 我们随着优美的歌声 返回塔林市政厅广场 这里已经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塔林市的市长也亲临现场并发表演讲 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塔林古城的喧嚣和热情 悠扬的歌声和音乐 仿佛把观众带入了遥远神秘的爱沙尼亚中世纪 爱沙尼亚人能歌善舞 他们的歌舞庆典活动保留了诸多文化传统 是爱沙尼亚民间传统表演艺术的宝库 集体合唱是爱沙尼亚人在文化乃至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被殖民压抑的爱沙尼亚民族 喜欢用合唱的形式调达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 塔林还定期举办全民歌舞节 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的爱沙尼亚人参加演出呢 庆典节目丰富多彩 从最古老的民歌到现代的创作应有尽有 大多是演唱本国著名的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大都来自各种美艺团体 这些大型活动也为旅游者提供了 欣赏塔林民间艺术的极好机会 这些大型活动也为旅游者提供了 现在欢庆塔林老成日的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也是一场以中世纪为主题的狂欢游行 太有意思了都快打起来 今天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纪念历史 一年一度塔林的游行已经开始了 他们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们每走到一个地方就要停下来 然后有一个人来讲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样的 当年谁住在这个房子里 当年这个市井街道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争吵 都活灵活现的用戏剧的方式来记录那段历史 多有意思 别打了别打了一会出事了 你看劝架的终于出来了 狂欢节上游客被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感染着 刚才就是这位 这是当地的这个法官啊 刚才就是他做出这个裁决 您不看见这个街上有两个人打着一团吗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加盟钱的干净 如果你不保持加盟钱干净 你就要罚款 交出罚款 你会被送到监狱里四天 还不给水喝 不给饭吃 让人声明其境的出色表演 赢得了旅游者振振的掌声 跟随着行径往前走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九点钟了 你看天色还这么亮 其实到了六月份的时候 这个城市啊 晚上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是黑夜的 其他时候全是白昼 所以群城的人就特别有意思 他们就聚在一起啊 烤肉吃 燃起篝火 根本就不睡觉 那就是白昼日 如果你喜欢跟塔林的朋友们一起狂欢的话 别忘了六月底 我们白昼日不见不散 Oops Sorry 饮食文化也是波罗的海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塔林云的饮食是以西餐为主 但永远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 汉莎餐厅是个品尝爱沙尼亚原味菜的好去处 感觉有趣又亲切 您闻这香味了 这可香了 这是塔林非常著名的一家餐馆 叫做老汉沙餐馆 之所以有名呢 是因为它保持着14世纪15世纪 当时这个各种菜品的原汁原味 包括它整栋房屋的这个建筑 包括他们现在这个服务员的这种服饰啊 都保持当年 就是中世纪时候的那种原来的样子 它在吃什么 我要告诉你们一下 吃酸菜 不是咱东北的酸菜啊 看得见没 哎呀 这儿不能点灯 全部是蜡烛 为了保持当时的那种感觉啊 我提琴尝了尝 这酸菜 没咱东北的酸菜 酸 有点甜 这是什么 豆子炖肉末 还蛮香的 这最著名的是什么 炖牛肉 炖牛肉 实话实说 确实有点老 吞下去了 最有名的是炖的面包 炖的面包有一个规矩啊 吃面包必须用手拿 一个大面包一桌人呱呱呱呱 必须用手一点点撕过去 但是虽然牛肉有点老 但是这特好吃的 就是牛肉汤 炖面包 嗯 味道好吃 现在我们来到了新城 在海滨临音路的会合处 在海滨临音路上 有一处著名的公园 卡德里奥格公园 这是一座巴洛克式的建筑 庭园 喷泉 雕塑 优美典雅 与周围的大自然融为一体 宛如一处 人间仙境 在公园里有一座著名的宫殿 卡德里奥格宫殿 现在是爱沙尼亚的著名博物馆 爱沙尼亚外国艺术博物馆 这里收藏了十六至二十世纪 四百多幅西欧及俄罗斯的名画 还有陶瓷 银器和雕塑作品等等 宫殿始建于1718年 是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聘请了意大利建筑师 专门设计的夏季行工